你进到简报的48页之后 这个是我之前在疫情期间 去写的一个 因为那时候流行一个东西叫做声卡 就是我们现在用Google Meet的缺点 没有办法我把我们的老师的声音 传到各位的电脑上 或者是这些装置上面 那所以我就自己打造一下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在简报48页里面 我有旧版跟新版 那新版就是用我刚刚讲包含的 那我现在呢把那个新版的打开 这样好了 因为要让各位自己先玩玩看 麻烦你自己先玩玩看好不好 你把简报48页那个新的打开 我先让各位自己玩一下好不好 一样各位呢你实际做的时候 实际做的时候呢 你看我在这边 我现在现在各位有看到我的画面了 对不对 我们48页在这里 你就打开这个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那我有开中名义讲的 苹果不要来 你就用电脑就好了啦 用电脑就没有这个问题 你就用这一个 那你把新版的 新版跟旧版你都可以试看看 旧版的就是刚刚讲 用比较精确的等于的 那新版就是用包含的 那你看我里面有很多哦 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对不对拍拍手 好好笑回答错误 这些都是属于文字的 好文字的 再来呢 我如果符合我的文字 我还可以怎么样 直接播YouTube影片哦 那YouTube影片会播在哪里 就是在右下角这里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网页区 网页区 那这个部分啊 各位你要留意一下 因为呢 播放YouTube影片 是属于扩充的功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 如果刚刚 你没有把YouTube影片 这个扩充打开 你可以先把它打开 好你可以自己确认一下哦 来我们给各位 两分钟玩玩看好吗 你像我刚示范的一样 只要你的关键字里面有这几个 就会有feel了 ok来给各位玩玩看 好现在呢 我们就真的来玩玩看哦 因为这个其实说真的 你如果去买这个申卡 好处是他就是有一个按键 你就直接按了 好很多网红啊 他们也会这样用 但是就是用久的 你会觉得这些罐头音效 有点怎么样 就是已经不够了嘛 对不对 啊再来就是 你要接线 好这是很不方便的地方 好那我们现在用这个 纯粹软体的就很单纯 那一样的我可能要先把它用分页的方式 跟各位共用一下 好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哦 好就是他来那我就把它执行了 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 有没有我就这样子在辨识了 一样的我在上面这边还是有重复无限多次 各位我们来拍拍手吧 这样有没有简单 还是你觉得好好笑 啊有人卡住了 看不到画面了吗 有没有谁还有画面卡住的 这样不行哦 这样不行哦 有没有 我有准备这一个 所以恭喜你 答对了 对不对 老师讲完就有一个声音啊 我就不需要再去按那个按钮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刚刚有没有 要上课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 上课咯 上课咯 有没有播放YouTube的影片 上课这样也要比较有Fu不是吗 停止播放 所以我还可以控制它 这样不是比较好 这样有没有很不错哦 对不对 好那待会呢 我们时间到了要下课休息的话 我们就来个下课休息10分钟 下课休息10分钟 这样是不是倒数计时就来了 这样各位可以拍拍手了吗 所以你会发现 自己做的 你因为我不局限在什么 不局限在它的功能吗 停止播放 我就可以依照我要的情境 我去使用它 这样了不了解 好那我们这里面 有一个 应该说有两个部分 我还没有讲的 就是在这边 这样你们看不到 好我把画面先停止共享 这样的话来 好OK 各位这样刚刚和我表演完了 那这里两个部分 我们没有讲的 一个就是两个条件的 还有就是YouTube影片要怎么播吗 对不对 好我把这个讲完 等一下我们就下课休息10分钟 OK 来这里先停 所以这样也有个好处 也可以做那个即时字幕 有没有 好那这里其他的都是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逻辑的这个积木 你可以看到逻辑的积木 原本只有这样子 好把它放大一点 好那你要两个要三个 你就点这个齿轮 然后呢 记得这边是往下丢 不是往上丢 有没有 这样这边就多一个 不够再丢一个 不够再丢一个 所以你看我丢了很多个 对不对 好那一样的要拿掉 你就按着它丢过来 是拉到左边 不是拉到上面 拉到左边 怎么来怎么回去就好了 好这样会了 好那用完了 你齿轮再按一下 它那个就收起来 那这个呢 是如果那个条件是 那后面的这里要有一个条件 所以说一样都找这个逻辑的目录 如果你只有一个条件的 我们就是拿第二个 这个 那如果你像我刚刚下面比较特殊 因为我要偷懒 什么叫做我要偷懒 就是上课跟下课 我用的是同一个YouTube影片 打中的 所以我就希望说 这个我可不可以只做一个就好了 好所以我就用 符合A条件 或符合B条件 我就用 好那其他这些都是比较单一的 好比较单一的 好那所以呢如果你需要有两个以上条件 我们就是拿这个咯 有没有 这里 且啊或那你再把 第一个 好这种一个条件的塞进去 好这边呢 后面再一个条件的塞进去 这样子就有两个条件了 好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用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要这样子才可以使用 这是 我们那个 逻辑的积木要怎么用的 再来播放YouTube 我们来看一下啰 那它是属于扩充功能 所以你就要找到这边 扩充功能 来我们往下卷动 你就看到YouTube OK 当然你得先告诉他 你的网址是什么 所以你只要 把这个 网址 积木先丢出来 然后贴上网址就好了 当他执行的时候 他预设就会直接播这段影片了 就这样子而已 只要符合条件 那他就可以直接播 那相对的你要停止怎么办 一样找他 我们讲过 左手边就像是一个目录嘛 跟YouTube有关的 通通都在这个类别里面 所以你看这里有第二个 有他的播放的这个状态 可以播放暂停跟停止 所以这个范例就是这样子而已 而且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都没有用到开发版的功能哦 所以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我在这边 有没有没有开发版的积木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个就好像把webduno的这个编辑器 当做是写软体一样啊 没有开发版也很好 玩假的也可以玩很高兴啊 对不对 完全没有开发版的 你只要有网页就可以执行 所以不用买这个一样可以用啊 这个是我觉得他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最方便的地方 好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所有怪兽回复原始状态 所谓的原始状态就是回复到 你现在看到下面 有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说话 然后表情也都是预设的这个表情 那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刚刚上面 这里怪兽控制里面 应该是在最下面吧 来我看一下 恢复原始状态 有有在最下面 比较下面这边 在这里 好因为呢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 当你按停止的时候 他会留在那个 有些时候他会留在 就是之前的状态 好所以 如果我要确保他一开始就是清空的 我就会加上这一个积木 这样各位了解了吗 好所以这个翻例其实蛮好玩的 你如果待会呢有兴趣或是以后有兴趣 你就把它改一改 变成你自己的 好 个人行动音效卡 好不好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真的要准备休息一下啰 好 那我就用刚刚的方式 但是我要用分页的方式来分享 好各位 我们都准备好了 先拍拍手 准备下课休息十分钟 下课休息十分钟